中秋节刚刚过 不过大陆今年不管是线上实体零售或是团购 月饼的销量都非常的差 这样电商平台销售额更是减少了55%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请特派记者林敏珍来带我们了解 中秋节刚过 你有吃月饼吗 陆媒报道 大陆在经济不景气以及健康意识抬头下 务实是成了今年月饼市场的主基调 中国大陆今年无论是线上实体零售还是团购 月饼的销售买性都很差 电商平台京东8月中上旬月饼销售 累计大约是9.1万盒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3% 销售额大约是落在550万人民币 是年减高达55% 除了电商平台以外 实体门市的月饼销售情况也不如往年 上海徐汇区一家知名的鲜肉月饼 以往在中秋节前一周就会有排队的人潮出现 但今年直到中秋节的前一天都还没有出现排队人潮 那么界面新闻就报道了 苏州某月饼品牌负责人表示 他们帮江浙户一些网路公司制作定制款的月饼 今年的订单也是减少了三到四成 针对月饼销量减少的情况 有大陆市场分析师表示 主要有两个关键 首先是民众出于健康的考量 对月饼的需求有所降低 另一方面是当前人们消费偏保守 可能就会压缩送礼的花费 而至于著名的阳城湖大闸蟹的品牌 谢明格则是被民众爆料 要兑换跟提货非常的困难 像兑换预约的平台第一天就显示了 近23天都没有可以出货的日期 继续把时间交给明珍 又到了秋天吃螃蟹的季节 在大陆市流行所谓的螃蟹卡 也就是你买了一张卡 可以拿去换相对应的螃蟹 这样拿来当礼品送 就比较不用担心螃蟹存放的问题 不过这种方式却也频频爆发消费争议 著名洋城湖大闸蟹品牌谢明格 近日就被指控有兑换提货困难的状况发生了 上海一位刘小姐表示 他去年11月的时候就收到了朋友送的螃蟹卡 但到现在预约系统都还显示 近37天内都没有可以发货的日期 也就是他没有办法换到螃蟹 对此业者的回应是 最近的确是许多消费者兑换大闸蟹 但公司是人手不足 每天只能发货1000到2000份的大闸蟹 保证不会跑路 只是有几万份的订单得依序出货 那么中国渔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袁道亮表示 指螃蟹兑换提货困难的问题并不少见 这和整个市场是行情是有关的 最近大闸蟹刚开补数量少 市场的价格也普遍偏高 如果消费者现在提货 很难拿到螃蟹的主要原因是 商家如果现在出货的话 几乎都是亏损的 所以商家一般会将系统设定为 预约已满 不让消费者取货 袁道亮他也同时提到了 如果自己想吃螃蟹的话 建议是直接去附近的菜市场 或者超市购买 质量看得到也摸得着 价格更透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